太極拳頭並不那麼嚴重 到了後來就嚴重了 都是文人拼命做 那到了我們現在猜 可不可以啊 那麼四十顆幅太多了 我們一直都猜 不那麼難 我覺得東西不能夠 就抓住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來談話的時候 剛剛學的時候三部曲 第一步 上指應該怎麼做 對不對 第二步 中間這一段要怎麼做 對不對 第三步 下面的進步進步要怎麼做 對不對 已經夠了 你不可能在加個一個東西的時候 把十大要訣都列出來 有沒有 我們總會以後就十大要訣 說虛靈頂靜也是十分 請問虛靈頂靜十分 因為虛靈頂靜做不好 其他都做得好 可能嗎 對 其實虛靈頂靜什麼 那是不要的東西 是不是 可能它佔有六十或七十 那是一個 那就是他已經上層了 那是我們便便 你來瞭解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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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